您可看好了,把喝不完的牛奶淋在土豆上泡一泡,您即将解锁一道大小朋友都喜欢的年夜饭新菜品,过年给家里小朋友做上一道,特别有面子,建议点赞收藏好。 首先,准备一个清醒的土豆,去皮洗净,改刀切厚一点的薄片,放入蒸锅开大火蒸15分钟,接着准备一个乖巧的橙子切开,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就是动动手指的举手之劳, 可是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,就是莫大的支持与鼓励,这个视频您就给我点一个吧,辛苦大家了,非常感谢。 蒸好的山药趁热加入白糖和适量的牛奶,用婆婆陪嫁的擀面杖倒成泥,然后简单做个自己喜欢的造型。 我家一直吃的是这个蓝莓酱,配料表里干净的连糖都没用,就是蓝莓本身的酸甜味,看得见的大果肉,妈妈们都知道,吃蓝莓对眼睛好,小朋友可以多吃点它。 平时早餐用它抹面包,拌的酸奶酸甜可口又放心,土豆泥淋上蓝莓酱,这样做的蓝莓土豆泥,口感绵软丝滑奶香浓郁,和酒店里的一模一样,马上快过年了,你也收藏给孩子做来尝尝吧。